你知道那個 螞蟻都入而回一窩的 味道 不是 螞蟻都入而回一窩 這個人會躲門而出嘛 對 一打開 就馬上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那朋友 然後我那個朋友 沒有 手還在外面 沒有 那手這樣 手被夾到 沒有啦 沒有 手這樣 我這叫出來 你 你 進去 說沒事的 高亨有事 說有事的 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嗨 買屋 租屋 人生三大事 對 根據主技術的統計 這兩年房價房租 每個月不斷創新高 關於租屋買房的社會新聞 更是層出不窮 到底房子該怎麼挑才能 買得安心 住得放心呢 這應該你很有經驗 我買屋賣屋經驗很豐富 但我住屋的經驗 比較不豐富就是了 對 我只有知道你跟那個房東 用肉體抵房 那個房住 那是高中的時候 對 出賣自己的體力 對 今天來都是很有經驗的 對 賣屋 租屋的專家們 跟我們的藝人朋友們 來 歡迎詹子晴 嗨 王妮 請嗎 好 我們專家群 陣容非常的堅強 沒錯 來 我們房屋仲介業者 張旭嵐 歡迎 資深媒體人 音異峰 大家好 市內設計師 從此也是知名車評 好 潛意 蔓妮 大家好 好 我們權威律師陳麗儀 我們藝人買賣的那個房子 數量非常多耶 紫晴三間 然後王寧六間 果然是富豪 然後其媽五間 對 OK 玉琳哥一定很多間 他光現在就有五間了 那個都浮雲啦 浮雲嗎 你五間有在租嗎 沒有... 好多浮雲喔 我也不賣 我也不租 那就是留給老婆跟小孩啊 我們那個不講不知道 一講會嚇一跳 他說目前呢 大約三百萬人租屋 大家不是有房再出租屋呢 就是曾經當過租屋主 租屋最怕碰到什麼事呢 我們先從紫晴開始來 好 我前陣子呢 租了一個工作室 結果就遇到了一個神經的鄰居 我是為了拍影片啊 才租了那個工作室 所以我沒有住在那邊 他就偶爾去而已 結果呢 等我開始進去之後呢 那個鄰居 一天到晚 一直在跟主委抗議說 我吵到他 正在樓下 他把痊癒之後發生的聲音 都怪在我身上 很神經質 重點是我根本不住那裡 然後他 然後因為我有個風水 就是有請老師看 就是要開一盞燈 然後就是讓那個風水好嘛 然後他就會每一次出去他家 他就特別下樓之後 去看那個燈亮了 他就跟主委說 我們太吵了 那這種事我根本不在那 然後後來就跟主委說 我沒有在家 你可以看那個監視器 那個時間我不在 他說有... 我們有跟他解釋 我說 那他為什麼還覺得是我的吵 他說 因為那個社區就是 真的隔音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是聽得到 樓上樓下隔壁 所以有可能是 別人的聲音發出 可是恐怖是說 然後妳人不在 卻有聲音 對啊 因為那個社區隔音 那妳這個要找一些民俗專家 對啊 不是 是因為隔音不好 所以我可以理解 是可能是我隔壁的小孩在跳 對啊 他覺得是我在家裡跳 然後抱怨到後來呢 他直接跟主委要我的電話 然後就一直打給我 奪命連環Call 所以就變成是 他把我的個資也洩漏了 對啊 可以這樣嗎 不行 這樣我還鋪地板 花很多錢去鋪那個地板 然後一樣 我只要掉了一個東西 我就會自己很緊張 是怎麼辦 是不是吵到他了 所以妳在家走路都要這樣耶 對 然後我連打蟑螂打完後就 你怎麼敗 我打蟑螂了 你怎麼搞不好 對 我把自己弄得神經緊繃耶 御豐真的是包足弓 你別看他這樣子喔 真的喔 他是隱形的富豪 你有幾間房 我有一點點 幾間 我不能講 我不能講 一點點 一點點 來 國網的套房 大學畢業的時候 然後來台北工作嘛 然後來台北工作的時候 看到台北的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租屋房價 都覺得很驚人 有電梯的大概就快兩萬 對 大概就快兩萬耶 然後我那個時候 循循秘密 在我服務的電視台旁邊 就找到了一個 只要八千塊的套房 而且還有電梯 可是它非常的神奇 就是那個電梯搭到九樓之後 就要開始走樓梯 然後呢我就想說 那可能就是頂家嘛 對 然後走了一層之後 爬一層應該就是了 還沒有結束 Painhouse 我那個是Painhouse的Painhouse 頂家的頂家 頂頂家 對 就是頂頂家 那是不講鴿子的吧 對有沒有 然後就再上去一層 鴿色 所以我是11樓 鴿色 對 我是11樓 結果有一天呢 颱風就來了 那颱風就來了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趕快去 去哪個東西 先躲回內湖老家 結果呢 我出了捷運之後 我就看到那個 風牆體重 然後我就看到我的鴿色 頂家的頂家 我就看到那個鐵皮這樣子 有波浪了 一浪太強 不怕會被抓到地上 他就真的有波浪 然後我就看著他 我說那我到底要不要上樓 然後我正在天人交戰的時候 他就 他就飛走了 整個屁頂 他就 對 還是整座鴿色 沒有 他先 他先飄走屋頂 然後呢 我就看到有一些東西 從那個 從那上面上來一點 上來一點 就是我的那些小家店 然後他最後就不見了 他最後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先回內湖避難好了 然後第二天再回去看 再回去看的時候 頂樓的家蓋 的家蓋不見了 鴿色不見了 你說我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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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哥不見了 然後只剩下頂家 對 後來有人發現 就很漂流在那個 金竹外海 又不見了 然後去酒樓 去找房東先生 然後房東先生說 颱風 你怎麼還跑來啊 我說我想回來拿個東西 我說你趕快拿東西 小心啊 我說可是我的 房子不見了耶 然後他聽到這樣子 他就臉就歪了 我覺得他當時 當下就有警覺 他就說 你是誰 黃東先生 我林玉峰啊 我林玉峰啊 他說 你有什麼事嗎 他就 他就否認他有租過這房子給我 我跟你租房子 沒有啊 我哪有房子租你 對 沒有啊 你看上面那房子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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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啊 我哪有房子啊 對啊 就沒有房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說我們是有租約的 我們是有租約的 他說你租約拿出來 然後想說 租約放在樓上 太早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押金也拿不到 後來押金他有找一個那個 類似黑道的管理員大哥給我 因為我後來 我後來還是覺得心有不甘嘛 然後我再回去的時候 想跟那個 想跟他理論的時候 一樓就被擋掉了 請問一下律師 那如果遇到這種恐怖的房子 合約還沒到 是可以請求退還押金嗎 這個分兩個案例 剛剛就是我們 遇風哥提到的這個案例 其實從契約來看 他已經整個房子都不見了 不見啊 所以整個這個分契約的標的 都已經不見了 那絕對這個契約 是沒有辦法繼續往下走的 真的 所以遇風哥其實你不只 可以跟他要求押金的返還 其實因為房東 他一定沒有去進到一個房屋 屋頂 他這個鐵皮的這個防護義務 所以其實相關的損害賠償 也是可以跟房東組張的 因為他的家具衣服 可以跟房東要求這個採索 是可以的 沒有錯 我自己這邊有一個案例就是 那這個跟剛剛案例比較不一樣 房東是吸血鬼 那好帥喔 對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不是生理上的吸血鬼 對 他是行為上面的 是真的會吸引下去 這個案例是他 是一個ABC 然後他就是 從美國海歸回來了 然後就是住在一個 也是很多外國人聚集的區域 好 結果他就跟這個房東簽約了 其實這邊 那邊的房價都不便宜 租金大概都是8到10萬元 然後他簽了 簽了以後呢 他也覺得 沒什麼問題 你下一學去進之類的 OK 進去了 才不到一個月喔 就陸陸續續發現 除此之外 洗碗機也在漏水 廁所的天花也在漏水 整個房子 就像水簾洞一樣 那後來呢 就請了師傅來看 師傅就說沒有辦法 譬如說你的冷氣洗碗機 都二十年了 就是再修也有極限 今天你就是換新 那這個房客就覺得 那不行 這個房子沒有辦法繼續住 結果這個房東呢 就說 好啊 你要那個 退租可以 但是依照我們簽的合約 你就算沒有住滿一年 你也要 那這個時候我的房 我這個當事人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才認真的去檢視他的契約 然後來諮詢律師 然後呢他 但是在同時 因為房子實在不能住了 所以他還是決定要搬 結果在搬的過程 房東又來 他就說 你偷我東西 我懷疑你偷我東西 那我們就說 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報警 結果警方來 在當場協調的時候 警方才說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之前 都是租給外國人 那外國人通常呢 這個租金對他們來說 可能也不高 那再來就是 我們人身地不熟 外國人都想要 息事寧人 付錢解決 所以這個房東已經 實隨之位了很多次 那我當事人聽到這裡 他就 不肯善罷感休 他就是決定 我一毛都不給你 終於遇到一個 正起來的房客 對 最後來我們就上了法院 其實前前後後 花了兩年整的時間 這案子 從一省到二省 才確定 那當然我當事人 是一毛都不用付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花了律師費 然後他也花了很多時間 跟心力在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真的是要建議大家 不管是租屋也好 買房也好 其實在事前 花一點點小錢 花一點點時間 請專業人士來 審閱過整個契約 對日後的這些糾紛 都有很大的預防的保障 不要說什麼 你們怕遇到壞的房東 對不對 房東更怕 遇到恐怖的房客 這樣子 來 王燕 包補三堆買大房 對 這是妳的房子 對 這是我的房子 妳租人家 我那時候是租給一對夫妻 中年夫妻 然後他們的小孩 都是在國外 都沒有在台灣 所以他們就 我覺得很單純 就很放心地租給他們 而且他們一簽 就是跟我簽五年 很久 很久 對啊 就覺得很穩定 很棒 就是有人幫忙 可以看房子 而且是夫妻一定是 每天很愛打掃的那一種 然後結果大概差不多 租給他半年之後 然後他的房租也是 一次繳半年 半年之後 管理員有一天 又打電話給我 就跟我講說 那個住戶 他們的包裹堆得滿身 把管理員 通通都堆滿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的事件 對 可是不是 可是不是 然後結果呢 我就想說 為什麼一直不去領包裹 而且他說那個數量 是堆到把管理室 通通都堆滿的程度 然後也有很多 其他的住戶去抱怨 我就跟他約時間按門鈴 然後我就進去 我就整個人嚇一跳 因為整個家喔 而且是兩層樓的 整個家從你 可以視線範圍看到的 所有的地方 然後包括洗手間 通通都堆滿他們的 民生用品 就是有衛生紙啊 可樂 泡麵 你想得到的民生用品 洗髮精 沐浴乳 對 通通都 三滿 整個非常 全部都是滿的 連洗手精都是滿的 那你們問他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 他就說他們不愛出門 所以他們 一次囤貨就要囤半年 他們可能是為了審視吧 有種會這樣 之後也是常常常常 被管理員打電話來 說要處理這件事 要處理這件事 他們租滿五年之後呢 他們就說 那他們要把那些房子 給買下來 對 所以我心裡想說 很好很好 就價錢就隨便了 你賣他房裡也會很生氣 對啊 我已經會很生氣 他就買下來 然後 對啊 就沒事了 搞不好也是隱形富豪 那台北市有六間這種房子 他都買下來 對 有可能啊 搞不好他就是這樣的人 對不對 玉蘭這邊也有 跟烏龜過不去 其實很多房東 都不太喜歡租給老人 或者是養寵物的人 因為他是請我們幫忙過濾房客 那我們就幫他看 有一位老人來 他大概六十幾而已 所以他其實整個身體狀況 都還算硬朗 而且我們就特別幫他問說 那你有沒有養寵物 他說沒有 我沒有養貓 也沒有養狗 可是我有養烏龜 那聽起來烏龜OK啊 烏龜很可愛啊 烏龜又不會吵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個應該算OK 所以後來呢 房東就把這個房子租他了 就唯獨這個爺爺非常愛烏龜 他疼烏龜就是每天要去溜他 但那個地方是一個 單獨一支電梯而已 他綁住他的頭在溜嗎 他怎麼溜 沒有 反正他跑這麼慢嘛 問題就是因為他跑太慢了 所以他每次要去坐電梯的時候 就是讓烏龜慢慢慢慢走進電梯 再慢慢慢慢坐到頂樓以後 慢慢慢慢走出來 所以鄰居常常要坐電梯的時候 發現為什麼卡在特定的樓層 就知道他又在溜烏龜了 所以開始就覺得說 要怎麼樣來阻止他 一直上來頂樓溜烏烏龜 結果有一次呢 他們就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的時候 住戶大會他們就在討論說 以後我們不能讓人家用寵物 帶到樓上來溜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因為頂樓的那個住戶 他很多自己善用頂樓的空間 他不想要讓人家上來 他也會覺得他隱私被侵犯 也因為他的這個電梯 每次都坐很久嘛 所以大家也會覺得 好啦 那我們就投票 不要讓人家隨便上頂樓 只能曬衣服 不能溜烏龜 那因為那個爺爺他就很不爽啊 你們都阻止我 你們都欺負我 好 你們給我看著 他就開始 偷看 偷聽 偷聞 聞什麼呢 你炒菜 太香了 那個味道太重了 就檢舉他 你 你們家常常KI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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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在幹什麼 噪音太大聲了 他又檢舉 你 常常罵小孩 這個 我懷疑你有家暴 就常常去叫警察 所以每一個住戶呢 都被他弄得不堪其擾 最後真的沒辦法 他們就跟那個屋主就說 你們這個租屋的這個爺爺 好像不太OK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 不要再跟他續約了 所以後來那個屋主才不好意思 就是跟那個老爺爺說 不是我不租你 真的你造成大家很多困擾 所以呢才把他請走了 都走了 我這邊也是有個故事啦 就是因為職業那麼多年 也有遇過一些光怪露靈的事情 那這個什麼呢 其實我要站在房東這一面 有時候房東我其實也覺得 滿倒霉的 因為這個房東呢 他就在北投 那時候不是有很多什麼 溫泉旅館 那種小豪宅 開出來就溫泉水 他就買了一間 那後來呢 因為他的工作關係 他去LA 他都飛來飛去 那他就跟我講說 那幫我們租給人家好了 結果呢 他就租給了一個 英姿挺白 算是一個經商老闆 是單身 然後呢有一天 他忽然有打電話給我 他說這個Mania 我已經三個月沒有收到這個 這個租金了 他說那我人在LA 你可以幫我去看一下 因為我打電話啦 聯絡Email什麼都聯絡不上 然後呢我就去嘛 我公地在附近 我順便繞過去 然後按門鈴叮咚叮咚叮咚 都沒有人 然後最後呢 我跟我朋友講說 他不然就等你回來 結果他過了大概 兩三個禮拜通 LA飛回來之後 他說我們約一天 一起過去 那我就跟他一起過去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說 如果開不進去 要不要找個鎖匠 然後順便我就Call了一下 我認識的鎖匠 然後過來 我就說 反正他也沒有付你租金 你進去 如果怎麼樣應該不算入侵嘛 對不對 沒有辦法嘛 然後那個鎖匠就搞半天 後來之後用電 電斷破壞 結果一破壞 我就把那個門 啪 一打開的時候 我跟你講那個 那個味道 先生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那個味道噴出來 對 非常的臭 它類似什麼 那個類似像你就是好像 吃到大便 吐出來又再把它吃回去 對 然後吐出來說 那是大便 大概很難形容那個味道 應該每一團 這個人會躲門而出吧 對 一打開 就馬上把門關起來 然後那個朋友 你把手這樣鎖在裡面 然後我那個朋友 沒有 手這樣鎖在裡面 沒有 手這樣手還沒夾到耶 手這樣 手被夾到 沒有啦 手這樣鎖 你進去 就是手家的腳卡在那邊 沒有 他那個 這個是很嚴肅的故事 沒有 當下我那個朋友 因為打開 因為一秒鐘 我說什麼鬼東西 關起來之後 我那個朋友到 他其實就已經在旁邊 已經吐了 結果我第二下打開的時候 因為我忍住味道 憋住氣 一打開我朋友還在旁邊吐 然後我就打開 因為我當初租給那個人 我記得他就是瘦瘦的 穿個西裝 我就OK 結果我就看到一個人 然後背對著我們 然後依靠在沙發旁邊 前面有一個 有一個燒金紙的那種盆子 然後砰砰的 中間他是砰砰的 我已經認不出來 那個是那個屋主 我沒有看到他正面 一頭砰砰 好像小叮噹這樣子 然後那屋主說 他一邊吐一邊跟我講話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不行 他媽的報警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報警 那報警之後 警察就來了 我跟你講有監視小組來喔 因為人是掛掉的 他就圍起來拉起來 他那時候燒炭的人 那個膚色是粉紅色的 是嗎 對 我沒有不敢仔細靠近看 我們在門口就已經看 但是那個人就砰砰的 他說正面的地方已經長蛆了 就長蛆了 好 那重點呢 他幫我們處理 那律師就知道 處理完之後 他會來那種什麼清潔小組 用阿摩尼亞整個消毒之類 我跟你講 那個屍體的臭味加上阿摩尼亞 那個味道真的是一絕啊 我的那個味道 散到整個樓層全部都是 我們當那一層總共有食物 通通全部搬走 然後後來我去幫他處理那個房子 食物通通搬走 食物通通搬走 它殘留的那個味道 我過了兩個月 再進到那個房子裡面 加上阿摩尼亞 我再怎麼弄 我就要清潔公司 做任何的什麼光束煤什麼 全部都弄不掉 最後呢 怎麼辦 唯一一個辦法就是火化啦 對 那整整個大家都火化跟著超度 對 後來就整個拆掉 然後全部拆掉之後 我那個屋主總共 然後再降房價 因為你凶宅也不能夠 不告訴人家嘛 他整整加上中房就賠了五百多萬 那只是小套房耶 通常就把它賣掉了 對 對 就很慘 以前我租人家那個 一個醫生他有憂鬱症 然後他後來 他每天都在管理師聊天 後來忽然自殺了 他自殺不是在他租的套房裡面 他自殺在我們那個安全梯 安全梯就吊在安全梯那邊 那就不算兇宅了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不算了 因為他是屬於公共區域 對 因為他是算 那算兇梯 兇梯 所以如果有人想不開對不對 然後你要最後一口氣 你要爬爬 爬到你討厭的那個靈氣下的 那就算了 這樣是不是比較善良啦 請不要看看你的故事來 送神送不走 你知道嗎 我曾經房子租人家 兩個夫妻一個小孩嘛 那應該很正常 對啊 很正常 然後他前半年還很好 後半年就說 你們家 他就說 我不給你房租 你來整理 我說我們家沒有畢 我們那是新的 他說明明就有 我就叫人去 看一看說還好 這一點點 一點點潮濕 後來要去收錢 又說要你們家窗簾 洗鍋 洗鍋 方式給你住半年了 洗鍋你現在要換 那有時候不只洗鍋 到最後那窗簾奇怪 怎麼會 一圓一圓這樣 拿來 超過的一個程度會對著這樣 有那個真的會長香菇 那是真的 真的會長香菇 然後來房子 撲水很好耶 真的很生氣 每次要跟他要房租說 你要房租嗎 我先生現在沒工作 想要生病 這樣拖拖拖半年都不給 可是我還是要交管理會 我是黃東 我就照講 然後就想一想說 你再不久要告你了 然後上法院告 你這樣一拖又拖 拖快兩年 他還是不走 請神農譽送神染 你沒有簽合約喔 有簽合約 可是我不是每年簽 他法院告 他說你沒有每年簽 是這樣嗎 對 但是只對一半 還有一個後面有個淡書 就是說雖然你變 你沒有每年簽嘛 你就等於一直延長 變成一個不定期的租約 但是不定期租約的情況 你還是有權終止 因為他沒付錢啊 但你要先做一個 純正信函的催告 你要給他一個合理期限 要他頒 這個合理期限他沒頒 法院就會判決他頒了 所以起碼你當時 應該要堅持一下 都不頒 你都怕給他強制執行 他要燒炭自殺 對… 那一種 很逼耶 罷房的啦 後來 遺死妖協 那就很痛苦 後來鎮到 鎮到趕不走你 我就請地方上 德高望重的 去處理 第三方式 這樣子有用嗎 德高望重的當然有用啊 維持地下秩序 叫少爺 小弟去站綱領回來 帶一包探訊 老師要不要交 他不怎樣 就在你後面 不繳房租跟著他走啊 這樣感覺會被告 他沒被告法 已經被告 他沒有怎樣 他只說 他只想拿一個牌子 你知道大橋頭是誰的嗎 誰告 是我爸 那我真的覺得 受不了 要簽約 因為好像沒有簽約 他其實是比較保障租客 對 因為我之前也是沒有簽約 也是租了很久 大概十年 然後沒有簽約之後 他突然叫我搬走 然後我們 我就看了一個合約 我說 好像我們已經合約到期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搬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是這樣太趕了 我來不及搬 他說 那我要漲薪水 漲五千 我就說你要漲五千 太多了吧 然後後來我就看那個合約 他就是不能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是 也沒搬走 也沒讓他漲合約 漲那個錢 那妳就 我就去運路 就說送神送不走 妳就去當主神 妳就當事人 後來我跟他協調了 我說那妳至少要給我時間 看房子吧 因為我就是想買房子 我說妳至少給我個半年 很多房東欺負學生 我們來台北令書也是 人生地不熟 房東明明就跟我們簽一年 不到半年他說他要賣房子 每天就要我們走 對 我們那時候也不懂 也不懂要走法律程序 所以呢 好 搬就搬 我們有另外三個室友 我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 幹什麼妳知道嗎 我們就手 故意去用那個紅色的彩色筆 塗在手上 寫手印 手印他要寫 這個應該也有一點煩 我們這樣子才甘願搬家 對 真的 他要拿錢給妳妳就會搬了 後來就送錢給他們 請他們搬著 他就搬了 對 所以講到這裡妳就懂了吧 我為什麼那些房子呢 我也不賣很正常啦 但是我也不租 就是因為喔 避開這些麻煩啦 真的 你們會說 可是一年就租金多少 那個錢妳不要嗎 對 我寧可平常 多有一點工作啦 來cover掉那些 那是妳有錢人才這樣啊 對啊 很多長輩都是這樣 是不是 妳有錢啊 妳也仇富喔 一定要 足後學聰明了 然後租美感那麼多 所以買房更痛苦啊 前陣子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想買台北市的房 要將近十六年 不吃不喝 接下來問問大家 你們首先有那個圈他牌 你們覺得現在是買房的好時機嗎 來 大家平量心講喔 就房中業者說圈 請舉牌啦 現在是買房的好時機嗎 還是圈耶 就一個他 子晴 妳覺得是好時機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妳有預算要買房的話 沒有分什麼時機好或壞 因為每一間房子 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算妳有喜歡那個社區 但他每一層樓跟每一戶的格局 不一樣 所以妳有錢買房的時候 我覺得就趕快進場 因為妳看到喜歡的房子 那就是緣分 今天的糕點就是明日的低點 真的 房子越來越貴耶 沒錯 來 這個 裕豐 是 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妳覺得不是好時機 我覺得現在來講真的是有一點 妳是擔心阿鏡我要拿過來 那個我還不擔心喔 我覺得那個還好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新清安之前 就點了一把貨嘛 對 那大家買房子還是需要貸款 我身邊就有朋友有沒有 已經預售一屋 已經要交屋囉 最後貸不到款 然後到最後又回到那個 我們的群組裡面來眾籌 叫大家一人 籌錢 五十一百的來借他 因為妳真的要交屋的時候 如果銀行在審核期間 銀行也不會跟妳說 神先生我們不帶給妳 她也怕妳去今晚會投訴嘛 她說 會 會 不要擔心 還在審核 這個審核下去 妳知道嗎 建商交屋時間就是壓在那裡 那妳怎麼辦 妳不要扣十五%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除非妳真的是非常有錢 妳就現金cash 對 把他豪宅買下來 如果妳真的要跟銀行貸款的話 妳真的要 避開這段時間 等到這些銀行水位回復 或者是大家穩定一點 我懂 像玉峰哥這種 手間已經十幾二十間的 當然要擔心 因為銀行貸給妳之前 就擔心妳 已經這麼多間在手上 因為她高度不一樣 對 就有點偏頗 沒有 她本來是說現在 現在市場上面 首購還是被保障了 因為政府也說 還是會讓妳一定都帶得到 那因為有新清安 其實很多小資族 真的會需要靠比較優惠的利率 來買房 但是確實因為像玉峰哥講的 最近大家都發現貸款要排隊 所以妳如果是第二屋 第三屋以上這種換屋的確實 就要比較小心了 但也因為大概從八月開始 整體的買房或看房的腳步 有下滑 因為被這個貸款嚇到了 所以反而現在是 因為沒人跟你搶著看 之前妳要什麼搶不到看 大家之前要排隊 還有多搭戰棚的 搶預送屋 反而這個時候 妳去預約都看得到 而且人家就好好的伺候妳 因為她不趕時間 她等好幾天 她一天接直煮跟一天 只伺候妳一個人 那個態度當然不一樣 所以這個反而是 餅乾也多給妳一點咖啡 給妳多喝幾杯 對 所以現在反而是 首購族練功的機會 大家常常講說 妳真正要買到一間房 不要說一百間可能太誇張 但是五十間這個基本的 看房的功夫要練起來 所以可以多找 不管是預售屋或中古屋呢 妳去看一看 然後去了解怎麼樣 去建立自己的喜好 跟縮小妳的興趣範圍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呢 確實是比較好看 我想問一下 之前首購族 不是大家都說是第一間房 那如果我現在已經有一間 我把它賣掉了 那我是不是還是可以再首購 以銀行的 目前貸款的定義來講 它的首購其實是講的 就是妳如果呢 在審核的時候 妳沒有房子來貸款 然後妳只有這一間貸款的話 它就是 就算首購嘛 所以她講的沒錯 所以我是首購 妳賣掉了 就橡皮沙擦掉了 但妳如果用的是 辛勤安的話 它其實就有限定 妳這個人只能用一次 辛勤安 對 可是又有一些眉眉角角 現在妳那個房子 是阿強的名字 對 阿強的名字 但是妳是她的保證人嗎 因為有時候夫妻互保 如果妳是她的保證人的時候 等到妳要買房子的時候 我要費利率 就不行了 她會認為說 沒有 妳是保證人 妳也是欠銀行錢 那我不是 所以妳不是她的保證人 不是 那阿強找誰當她的保證人 我也不知道 妳們真的不曉得 妳們不是 因為她的時候就說 我來 如果再買的話 我有首購 婚前還婚後購買 婚前 婚前購買 其實像我們有朋友 她在婚前的時候 先生已經有一間了 然後她即將要結婚 她趕快在婚前又買另外一間 然後又是辛勤安 她就可以不用 跟她先生合併計算 但是如果婚後 你們兩個算一個單位來計算 就不能用辛勤安了 就不能用辛勤安了 OK喔 好 來 人算不如天算 就算做足萬全的準備 坐進去還是會遇到 鳥事啊 對啊 來 子晴 真的很鳥 因為我跟我老公搬到新家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的鄰居都 很熱烈歡迎我們 然後請我們當主委 然後想說 為什麼她這麼熱烈 妳被權力的欲望 從婚頭 對 因為她才是熱烈 戴上那個魔戒 那個攀念呢 就壓不下來的 黃外 可是因為我太忙了 所以我就跟老公說 那妳去當 因為我真的沒時間 結果當上之後 就是 我們才知道呢 這個社群呢 沒有人要管事 所以是因為沒有人要管 所以有人心翻進來 他們就拱我們當 然後所有的鳥事都我們處理 然後最扯的就是 因為大家都會來打電話 跟我老公抱怨 哪裡做不好 哪裡做不好 然後哪裡要休 然後妳要知道 主委又是無幾職的 對 他沒有薪水 他不會也沒有薪 沒有 他要搞東搞西 他真的搞東 他每可以拿 A錢呢 他給他做 我都會一直喊 子晴 妳洞察人性 所以我剛剛才說 那是魔戒 對啊 因為主委沒有錢 因為每天經手很多錢 他那個魔戒戴上去 沒有 所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有很多管理員 會被A錢的原因 我們之前也有住過 管理員A錢 所以才需要主委 去監督這件事情 到時候我老公 就監督這件事情 就發現 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擺爛 因為不是說要修什麼 所有的那個住戶都說 不修 可是抱怨人 就一直抱怨 然後甚至到後來 那個管理員沒有電腦 因為他處理公務 沒有電腦對不對 然後就說 要買電腦給管理員 然後全部人說不買 為什麼要買 然後管理員就受不了 因為沒有辦法辦公室 然後最後我老公找 因為那不是 那不是用我們的錢買的 是我老公個人買的 所以他就覺得 對 他就拿走了 所以他老公就說 這真的不是人幹的 他就不做了 所以後來就像 也沒有人要當 所以我們現在的管理員 就是做一兩個月 沒有領到薪水 然後又禮制 我們就是遇到 風險很高 我住在那裡 Paul已經連續兩任了 他老婆咪咪啊 你知道嗎 因為男人享受那個 權利慾望 每天那麼多公文在他桌上 他為了這個 還裝潢一個書房 原來是 他當作還是大美 好認真喔 然後呢 公文來喔 他很High 戴上老花眼鏡 太剛 好帥喔 他老婆在旁邊看 我跟你講 你小心 然後他像都沒上節目了 因為他每開一個公文 就是一筆錢 好帥喔 像他不會啦 他很清廉 清白... 清白的人 對...他不收那個 這種那個錢 越長越清新 越聊越... 他這樣好不清白喔 因為主要是這些一些新聞 我想說到底 還有誰可以相信這樣 來...王穎 王穎是可以相信的啦 真的 但是我也覺得 如果你房子的事情不順 真的會把人逼瘋耶 因為我老公他自己也是 修室內設計的 所以呢他就是有算好 每生一個小孩 就要搬到一個新家 又有新家了 對 剛剛好就是我生完第三胎的時候 剛好直接從月子中心 搬到新家 他一直是這樣計劃的 然後那時候就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還是那種壁爐控 室內裝潢都要有壁爐 台灣搞壁爐是不是 對 前前後後他就是換... 然後重做了很多次 然後有一些東西 還要從歐洲進口 對 對 因為也是要為了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作業值 我就想說 一出去就要搬到新家 然後男生到底都要搬家 有多累 他是不是要整你啊 對啊 我也這樣覺得 他老公很新啊 想說給他一個新家 對啊 那時候壓力好大喔 所以... 而且還沒做完月子 整個都是很累的狀況 一定會睡不好 我女兒那時候念幼稚園 大概五歲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媽咪明天... 下個禮拜我們學校要開家長會 那你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化好美美的妝 然後要穿得漂亮一點 不要像現在這樣子 五金打彩 看起來很精神不好 然後我就嚇到了 因為我還滿自製的人 其實從以前我到現在 我都是很敢素顏的 從來沒有在怕 然後小孩一提醒我 我看了鏡子中的自己 我就想說 我想到了 就是閨蜜之前 有推薦我入坑的一個小法寶 對 一個膠原飲 那是連我的女神 孫益珍女神都在喝的膠原飲 對 然後我就開始每天喝 每天飽演 然後等到我出月子中心的時候 真的狀況就好了很多 對 妳現在狀況差好 對 很有彈性 看起來很有彈性 琪媽 妳給她戳一下 她臉很有彈性 妳看 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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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了 因為我以前 我們在康熙場碰面 妳跟那個時候 完全沒差別 真的嗎 謝謝玉琳哥 妳看... 是不是一樣 妳看... 我覺得現在更年輕耶 那個時候十幾年耶 我覺得妳現在幾年吧 十五年吧 十五年 光陰事件 真的 因為那時候才二十幾歲 可是我覺得女生 只要超過了三十歲 應該... 妳超過了 對 真的有差 超過了三十歲 真的一定要保養 不然... 一天都不能鬆懈 不然真的是 膠原蛋白流失得很快 對... 今天不保養 琪媽已經很吵了 那種... 那種... 我想知道是什麼 對啊 趕快... 人家都說生完小孩 那個膠原蛋白 就是會像吐司流一樣 這樣... 就流失了 整個膠原蛋白 那王妍剛剛說她生了三個 但妳現在的狀態超級好 妳現在走在路上 跟人家說 妳還在念大學 人家也相信了 真的 真的嗎 可是其實我覺得 過了三十歲之後呢 尤其是女生 她的膠原蛋白 真的流失得會非常的快 我覺得找到對的保養 真的對女生來說 是一輩子受用 真的很重要 那其實最近呢 大家很流行閨蜜團 閨蜜去韓國玩 對不對 那除了吃美食啊 逛街之外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很多女生都會揪團 去做一些保養醫美的療程 電波 音波 對 他們就迷信韓國的比較厲害 其實台灣的比韓國 真的嗎 也差不多 因為我的皮膚就是比較敏感 就是不能那種 對燙啊 熱比較敏感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 所以但是我有這個 我用這個喝 來代替這些 因為連這個韓國的醫生啊 他自己都推薦說 你要先把自己的膠原蛋白 先補充 對 他才做了才會有效 對 而且韓國的醫生就是說 其實你 做完這些療程之後呢 你要更要補充膠原蛋白 對 要修復傷口 對 對 起碼你迫不及待 在那邊喝起來了 對 因為你剛剛一直講 他就搞得那麼多喝啊 點回來啊 好喝呢 對啊 有的人花很多錢去做醫美 不見得有什麼效果 那是因為沒有固本 你知道嗎 對 你這個臉的那個膠原蛋白 本身你要先讓它有以後 去做任何的醫美 那個效果才會明顯 對 但市面上非常多膠原蛋白 到底要怎麼選 以前會很多各種的牌子 都想要試試看 但是這個牌子 對 我真的覺得很棒 它在我心目中簡直就是 愛馬仕的等級 它是韓國正宗膠原 而且是濃密型膠原 在外面其實是 找不到這種原料的 而且實驗室研究 它膠原一日有感 就把它當成 每日的保養習慣 就像你每天是會卸妝 會洗澡 會吃飯一樣的習慣 對 當成一個習慣就是 每天都會記得去喝它 所以我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空腹的時候 先喝一包 其實任何時間點喝都可以 它好喝 對 有美果的味道 當果汁在喝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 不是大家所想的那種 會有一些腥味 它完全沒有腥味 它是美果的 酸酸甜甜的感覺的味道 不只是女生需要膠原蛋白 人體有很多地方 都是膠原蛋白組成 像是皮膚 骨頭還有你的 血管頭髮 都是膠原蛋白 所以對任何人來說 都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補充 沒錯 而且其實女生 會比較貪心一點 不管幾歲 都想要每天 漂漂亮亮的出門 而且漂亮是要 從頭到腳 沒錯 對不對 固定喝一包這個 孫仙飲 我跟你講隨時像王妍這樣 都有一種青春感 你看 對啊 對啊 是少女的身材 那你現在喝會不會 太少人了嗎 來得及 來得及 持續再喝一年對不對 下次來我就 想看想看 我變你更生氣 我變身心 對 所以想要成為貴婦名媛 真的要好好學這個 王妍 美成這樣 對不對 這個 所以就不用擔心 什麼房屋的問題 對啊 房子直接送她 賣房的種種那個 有的沒的事非常多 那你這邊 我的一個朋友 因為她比較經濟拮据 然後她就去買了一個 裝潢好的房子 那買完其實她 剛開始住滿開心 她說 省了一兩百萬 兩三百萬 那跟她講說 那住了大概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呢 她太太就睡不好 她跟我說 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都有聽到一些 很微小的 洗洗... 的那個聲音 然後呢 半夜的時候 還會聽到 一聲 金屬的敲擊聲 對 就半夜 然後可能隔兩天來一次 隔兩天來一次 本來以為是樓上 結果去問了之後呢 都沒有 然後還有呢 就是她樓上 會有一點點的腳步聲 總統的一切 都要倒向靈異了 對... 我那時候也跟她講說 要不要請師傅去看一看 因為我比較沒空 就幫她看 結果後來呢 終於我等到我有空的時候 就去幫她看 結果你知道那個 金屬聲是什麼呢 就是她原本在裡面 那個水錘 我們在行業知道 因為水會有壓力嘛 所以她有一個水錘 那水錘其實呢 已經非常久 而且壞掉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會在他們家 那我那時候講說 沒關係 那水錘 我就幫你修一修 花點錢可以處理完就好了 可是呢 後來她繼續睡 就是還是會有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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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個聲音 結果後來呢 我就說好沒關係 我找一個比較空檔的時間 我來幫你看 我就帶師傅去嘛 我們就做了一些 這個電鑽的這個鑽探 把她的那個床頭呢 鑽了幾個洞 我們用那個內飾進去看 一看不得了 後面根本就是整個就是 Discovery的世界 結果沒有 拆掉之後 後面全部都是那個白蟻窩 就是她的床頭 然後那個白蟻窩是 很整齊在裡面 還可以數得出來 說這個先保留一下 我先拍照 全部都是白蟻 類似金一照進去 密密麻麻 對 沒有 起群麻疹你知道嗎 完全密集 太太當場就有點小中風的感覺 有沒有 因為看她整個都 我每天睡在後面 原來那個洗洗手術的聲音 就是來自於那邊 那那個時候呢 剛拆開 因為房子有金洞了嘛 就那個 也出現了 結果出現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原來是一隻老鼠 米老鼠就跑過去 原來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的管道間 我一伸頭上去看的時候 管道間有一個 這麼大的洞在上面 所以呢 樓下只要一下雨 那個下水道的老鼠 就沒地方跑 因為以下就濕濕了嘛 往上竄 竄過他們就跑到他們家來 所以他們就在 樓上就在開奧運會 他晚上聽到 都這些聲音 你知道白蚁 對 你知道那個 蚂蚁都如何回蚁窝的 味道 不是 蚂蚁都如何回蚁窝 帶著笑或是很沉默 這是你奶 有沒有人能讓你不寂寞 可惡 我居然有見錯她 女士 不好意思 來 剛剛 我們現在還是要講一下 那個鬼屋的部分 兇宅的部分 其實兇宅在認定上面 很看法官的主觀心態 但一般大多 當然都是以事發地 如果從我家掉下去 但掉在你家的露台 那通常是你家的露台 會被算作是兇宅 反正我家不會 但是其實前一陣子 我們有一個案例是 也是一個這個屋主的妹妹 她在房子裡面燒炭 但是當場是沒有死亡的 她就是意識昏迷了 然後送醫 還待了好幾天 在醫院就是搶救不治過世了 那但是屋主她在出售的時候 她當然勾非兇宅 因為確實沒有 在這個屋子裡面 發生什麼事 但是後來這個買家 買了以後 就開始耳聞鄰居 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買家當然心裡 還是覺得過不去嘛 所以她還是 向法院起訴了 認為說這個房子 還是兇宅你有隱瞞 那一般 其實當時屋主覺得 老生在在 她覺得 這個沒有死在屋子裡面 不會有問題 可是這個法官的見解 也比較特別一點 她認為這個 往生者的燒炭行為 跟最後她在醫院的死亡之間 是有因果關係的 所以判定 這個房子還是兇宅 而且判賠解除契約 不只是價值兼損的賠償 一千兩百多萬 然後還要加計 這個提告開始計算的 5%的法定利息 所以金額是很大的 OK OK 我覺得大家去看房子 可以帶黑狗去 為什麼 我就帶我家的黑狗去看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去看的時候 那個賣的人 還說你看這邊風水很好吧 你帶狗來 狗都很喜歡 結果我的狗 我就想說 為什麼牠這麼排斥這間房 我就去 那妳禁於妳嗎 硬把牠偷回來 對 牠真的就一直這樣狂奔 我就嚇到 然後我就去算了這間房子 因為我很喜歡 結果那個酸民老師就說 這個房子裡面 狗很害怕那個將軍 所以我覺得牠可以帶那個狗 有這種事 對 而且一定要黑狗 黑狗 那就不需要詹老師了 帶狗就好 他們都會看得到 如果詹老師自己打扮成黑狗 也是可以 住房最重要的不是豪宅 而是豪宅 今天來賓跟大家分析 許多買房跟住屋的小撇步 希望大家可以住到 自己心中的Sweet Home 對 一集不夠啦 我們下次呢 我們再去聊 因為房子還有牽扯到風水 對啊 好多喔 各方面妹妹腳腳很多啦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這是家的 家 著火 abilir 二 çalış 健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